央视曝光中国远程无人机轰炸编队 八千公里的航程还要啥轰二十啊 这款无人机就是三发动机版的双尾鞋无人机 而制造它的企业则是一家名为四川腾顿的民用飞机制造公司 双尾鞋最开始制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应急物资快速投递 简而言之就是用来送快递的 虽然现在还是送快递的 只不过快递包裹变成了炸弹而已 有不少人认为四川腾顿是一家民营企业 其实并不是 四川腾顿是中航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的下属公司 而成飞集团就是研制生产歼二十的那个公司 无人机和轰炸机最大的区别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造价 美军一架B2轰炸机造价二十亿美元 这个价格能造几千架无人机了 而且无人轰炸机最变态的地方是不会有人缘损失 毕竟这玩意就跟遥控飞机一样 人员只需要在基地进行操作就行了 虽然这种无人机的成本不高 但技术含量还是有的 普通的导弹还没办法把它打下来 如果换成星际的导弹 那确实能打下来 但有可能这枚导弹的成本已经超过了无人机的成本 得不偿失 但又无可奈何 培养一个飞行人的成本是很高的 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但培养一个无人机的操作员几乎没什么成本 飞得远又没有人员损失压力 虽然说在弹量和正经的轰炸机比不了 但剩下数量多呀 蚂蚁多了还能咬死大象呢 唯一的缺点就是不隐身 所以咱们又研制出了隐形无人机 但无人机这东西很容易有去无回 如果技术泄露怎么办 其实无人机的制造真没啥门槛 重要的是飞控 软件和数据链 而这些东西不是拆了无人机就能获取到的 中国无人机轰炸编队的航程已经超过8000公里 如果还具备隐形能力的话 那还要啥轰二师 直接整无人机不就完了 成本低风鲜小的同时 回报还很高 其实咱们很早之前就已经拥有隐形无人轰炸机了 它就是2019年国庆阅兵仪式上亮下的攻击十一 不过这款无人机很神秘 从那以后几乎很少露面 也很少有它的消息 所以性能还是未知 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其具备隐形能力 因为它使用了飞翼式气动布局 这种布局最大的优势就是隐形能力强 使用这种布局的飞机 无一例外都是隐形飞机 比如美国的B-2和B-21轰炸机 也都是飞翼式布局 中国现在的无人机技术 已经是登峰造机 攻击十一也只是中国无人机大流里的一个分支 比如之前亮相央视的双尾鞋无人机轰炸编队 航程最大能达到八千公里 要知道战略轰炸机的门槛也就在八千公里 结果你却告诉我这是无人机 要知道像双尾鞋这样的无人机 咱们还有很多种 比如无针系列的无针7无人机 它的最大航程超过7500公里 能在两万米的高空 以7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巡航 对于轰炸机来说 航程并不代表作战半径 因为最大航程是它单程飞的最远距离 总不能去了不回来吧 但无人机可就不一样了 因为本身就是无人操控 不会有人员损失 而且造价也不高 所以在特殊情况下 完全可以执行单程任务 去了就没打算回来 当然 想要支撑无人机几千公里的飞行 没有强大的卫星系统是不行的 而中国现在拥有强大的北斗卫星 所以对于咱们来说 这根本不是问题